中超再次迎来一周双赛 明天 中超第十八轮先赛一场 北京中和国安主场迎战胜班马大林一帮 在国安方面先发布了赛前海报回来停好之后 作为礼上网来 科队一帮也同样在今天公布了本场比赛的赛前海报 一帮本轮海报的主题是挺尽情 完美呼应了国安方面的海报 当然主人公还是周挺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周挺虽然年龄已或三十九周岁 但是对于升班马 他的经验至关重要 此外 周挺在国安效力十一代之后依景还乡 作为现东甲 一帮的海报也是十分敬重 这挺对国安的这份剧爱之情 海报的设计地域色彩颇为浓烈 周挺率领之盖坎 卡拉斯克等对中意干主力 奔跑着即将穿过北京城特有的牌楼 牌楼后面 是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内城九门之一的德胜门建楼 海报上为啥是德胜门呢 有名以来 军队从皇城的北门出城 也就是德胜门 取的是德胜而归的好彩头 海报设计者相比深知此意 希望一方来到宫体作战 也能不虚此情吧 而本场比赛的核心必定是周挺 在宫体这片讨评效力了十一年 有着说不出的感情 此次作为客队回京 可以说真的是回家了 在北京这座城市 周挺的人员可以说相当好 在球迷当中 人人都称他为挺爹 要知道被北京人叫作爷 那待遇可以说相当不低了 除了周挺 也就算得上公施外人 马季齐了 他为球迷很为马武爷 如果不是为这座城市真多 做出点什么贡献 还真撑不起这个爷子 作为焦点人物 周挺昨天也在社交平台 发展了自己想说的话 谢谢我的家里人 好久未见 甚至想念 周挺把国安队 把北京球迷 比作家里人 可以想到北京在周挺心目中的地位 这里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 从实力上讲 大连一帮插北京国安一个当次 又是可场作战 必将凶多吉少 但是本场比赛 由于有周挺站救主这个元素在里面 胜负都可以放在其次讨论了 毕竟这是周挺自2005年加盲国安以来 十多年来第一次 比克队球员的身份 立临公体 多少年来 围绕周挺身边只有两个字 那便是情何意 这也是北京人最最看重的东西 恰好 挺也都有 所以可以想得到 明天的公体将是温情的海洋 虽然是周中比赛 但是相比上作率一定不会低 挺也回来了 大伙儿都想去看看